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少奇 周恩来 董碧武等中央领导 在中南海淮仁堂观看美术界作品上 毛主席观赏着油画 开国大典感慨道 是大国 是中国 接着他又非常自信地说道 我们的话拿到国际间去 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 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是谁创作了这幅在中华大地 影响了半个多世纪 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呢 他就是杰出的画家 美术教育家董碧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914年端午节的那一天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等出家 并特别喜欢宋 元 明 青瓷器 打下了深厚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根基 我父亲非常喜欢书法 像这个王羲之的盛夏旭 他就非常喜欢 我想我父亲在他的绘画里边的用笔非常丰富 他喜欢这个中国毛笔字 喜欢书法 从书法里边寄取营养是非常离不开的 非常重要的 他吸收古人的东西 他是有选择的 而不是照搬的 确实是融到自己的血液里 然后消化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后来 董西文先后在苏州美专 国立杭州义专 上海美专和越南巴黎美专分校学习 师从 颜文良 林丰棉 常书红 李超氏 潘天寿 刘海素 以及法国教师等 曾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熏陶的董西文 今年由画古典欧洲画法 并被樊高 莫奈 高庚等印象派艺术 所展现出来的火热激情和鲜明色彩所感染 这个柜子里头收藏了很多 我父亲当年看过的画册 你看像这套三十几本的 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 当初我父亲就非常喜欢 他经常拿出来翻看和中国的绘画 进行对比 从欧洲的传统绘画到美洲的壁画 还有到西亚的南亚的很多种 世界各地的各种绘画 它都进行比较 而且从中找出来和中国传统绘画不同 或者是和中国传统绘画 中国绘画的这种相通的支出 早年他在学校里学法文 他也到越南巴黎美专分校去过 作为刘法玉被班的学生去过 所以他那时候他的法文还学得不错呢 而且他还自己翻译过 大批的法文版的美术史资料 非常运功 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运功的 林丰眠李超市赞许道 没有一笔俗气 将这些作品陈列于教师的展览事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 学校被迫停课 董西文随校来到云南的昆明等地 深入到边寨 在奔波动荡中写声 从未中断 这一段经历影响了董西文的一生 他目睹下层老苦大众的艰辛生活 深深意识到 一个画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感 在《圆通街》的速写 《苗女赶场》等作品中 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 对富有民族特色的油画《苗女赶场》 著名油画家爱中信评价道 苗女描绘得朴素而美丽 皮肤的用色透明纯净 熟练地运用了西欧的传统油画技法 可是形象的刻画 包括服饰 道具和景物的处理 却部分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 特别是脸部的勾勒 和油画的肤色结合得相当好 有中西合璧的效果 另一位著名油画家吕斯柏称赞道 这就是中国的油画 1943年 深深被长书红临摹的敦煌作品艺术魅力 所震动的董西文 辞去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字幕园的工作 与同学张林英 以登报的简谱方式结婚 董西文和张林英夫妇 执本心中向往的艺术宝库 大西北的敦煌 把新婚蜜月送给了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墨高窟 如痴如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恋 使董西文对塞外的大漠风沙 艰苦的生活环境置之度外 他凝视着眼前一幅幅情节复杂 场面宏大 色彩灿烂的巨幅壁画 那浓郁丰富的色彩中 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艺术魅力 那蕴含着浓厚的普渡众生 自我牺牲的佛教文化 震撼着董西文的心灵 在林化的时候很困难 洞里头很暗 只点了一盏油灯 画这个照景 这个叫照景 这上面的画 就抬着头画 看 这低的头再画 就是用自己小镜子照的画 我们投一顿去 到那里去 去吃饭的时候 就这个厨师 就端来面 大碗 给你面里头十块两勺醋 一勺盐 就说吃吧 不要客气 他们出于对敦煌 墨高枯当中这么宏大的这种古代留下来的这种艺术群呢 就非常的崇敬 非常的这个 就对他们非常震撼 所以他们在这个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啊 在那儿默默的林化啊 在那儿工作 完全是出于对这个艺术的真诚和热爱 所以他们从那儿出来以后呢 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这个生活记忆 把我们三个孩子呢都带了一个沙子 在近三年的敦煌墨高枯的林化中 董西文骨子里特有的创新精神开始出路锋芒 他试想着 当年无名画师在烛光的照耀下 用富丽堂皇的色彩 创造出船式壁画的情景 大胆地运用明亮而崭新的颜色 林化北魏和唐宋时期的壁画 让人耳目一新 特别在舍身似虎座的复原林化中 董西文采用大量的亮丽色彩 犹如新的创作一般 为敦煌壁画林化的研究 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同时也为自己在油画中 融入中国传统艺术技法 积蓄了勃勃待发的能量 作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 董西文在千佛洞名画期间 经常抽出时间 到贫苦的牧民当中进行写生 对这段生活 东西文格外珍惜 他说 两年半的漫长十岁月 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 将整个心灵装配到古人的怀抱中去 寂寞的环境与单纯的工作 使我很自然地遗忘了自己 是来自何处 敦煌石窟艺术 深深地烙印在东西文的艺术创作之中 而塞外独有的大漠孤烟值 长河路日园的浩瀚风情 铸就了董西文这个江南才子 作品大气磅礴 大开大合的豪仿风格 但又不乏江南的淡雅飘逸 东西文这个时期创作的油画 汉海 戈壁陀影 采用西画技法的用光用色 而哈萨克牧羊女 则掺用了敦煌石窟中 壁画中的构图 用色 韵笔 徐悲鸿说 汉海 高谷苍凉 作风纵横豪迈 懒之 如读躺层深之诗 悠然亦远 台湾有画家陈英德先生 评价哈萨克牧羊女道 该画 人物 动物 牧民的帐篷等 都用线造型 以平图法肤色 不依造透视布局 不靠明暗法呈现体积 可以见到她从壁画里取得的灵感 尤其是背景的跑马人物 和山丘的画法最明显 哈萨克牧羊女 也兼有西洋表现派 野兽派等绘画的一点 夸张 变形 仲裁等特征 为了艺术 为了饰演 董贤人就一直很支持我父亲 追求着灯黄这个传统艺术的 这样子一个保护和研究的 所以董贤人在那里 他画那个舍身丝虎 他最早其实是北魏的舍身丝虎 那是方形的 那他画起来那个样子 我印象太深了 所以我今天看了他的画 我又很激动 他的笔触似乎又在活起来了 他每一笔 他不是在那蹭 那就是一种感悟 一种灵感在那里跳跃的画 作为热血男儿的董贤文 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和出众的艺术才华 受到徐悲鸿先生的邀请 1946年8月 他来到国立北平易专任教 同时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上街游行 在1948年参加禁热查军区成功部 对协和医院和故宫博物院的保卫工作 还通过朋友找到新民报的工人 秘密印刷20多种 10万多张目可宣传画 出色地完成了迎接北平解放的任务 董西文敞开胸怀迎接着新中国的到来 他用手中的画笔 抒发着老百姓解放后 当家做主人那种欢乐喜庆的心情 在富有民间年画和敦煌壁画特色的水粉画 北平入城市中表现得风趣而动人 董西文不但积极参加了 绘制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游画像工作 而且积极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 1949年12月8日 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董西文 把肩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 融进自己的画中 他所创作的油画 解放区的生产自救 入选在苏联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 并被收入他们的百科全书 董西文在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中的 武昌起义等画稿的同时 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邀请 开始创作开国大典 而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接受创作任务的董西文 自决责任重于泰山 打开中国历史的画卷 人们不难发现 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 从大唐开机到清军入关 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 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 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 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 该是何等的气魄 此时 董西文眼中 浮现出自己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 董西文热血奔腾 向往光明的豪情从心中油然而生 激起强烈的创作欲望 回家后立即勾画出小稿 对将要给几亿中国人看的这幅画 董西文决定把中国传统诸多因素 和西方油画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 气势宏大的开国大典 他说 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这幅画里 尽力表现出富丽堂皇 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 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个总的意图是为了整幅画面 能够充分传达出这个伟大主题的气派来 我认为这种意境的追求 在我们民族绘画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38岁的董西文在自己家中 一间狭长不大的普通的房屋内 开始了这幅红篇巨制 画室长度更够放下这幅画 但是宽度很窄 董西文作画时缺少退步的余地 不能做远距离的观察 在条件十分苛刻的情况下 董西文夜以继日地创作 烟灰缸里常常积满了烟头 这开国大典那有那么小的房 那我都看在那么小的房子里边 到顶上去玩着腰的 到架边是趴着画的 有那么深的激情 两个月后 衣服高2.3米 长4米的巨幅油画 开国大典创作完成了 观众震撼了 人们看到了 具有敦煌圣唐艺术风韵的辉煌 富丽的色彩语言 看到了西方古典美术大师 典雅 优美 纯净的技法 更看到了一个 洋洋大国的自强 自尊与自信 同时 人民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气概与豪迈 著名画家艾中信说 开国大典从构图到色色 从人物到场面 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 泱泱大国的风度 董西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 不仅是手法的大胆 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 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 通俗易懂 看起来似乎简单 但这大红 碧蓝和金黄 樱落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 他把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 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 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 但是在绘画艺术上 却是一个大成功 董西文老先生画的开国大典 反映了我们新中国成立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 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 那么还有很多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它是我们中国美术界的 六十年来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 每幅作品都有艺术家 对生活的体验观察跟艺术创作 可以说是六十年来的经典之作 1952年9月27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 刊登了开国大典 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 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 其后开国大典造进中小学课本 并且频繁出现在宣传画 等多种印刷品中 董西文的名字 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 董先生的艺术40年代的时候 他已经实践出来了 他的整个艺术观念的一种集中体现 做出一张成功的作品来 董西文的开国大典 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油画形式 而成为新中国美术的里程碑 它是既采用的油画的地种 比如色彩丰富的 空间真实的地种的长处 也吸取了像东方壁画里面的 装饰性的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通过这张画 知道什么是油画 提起油画 按照董西文的开国大典 就是油画 因为那个时候 从小学课本就开始印上这张画了 大家太熟悉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中国人心目中的开国大典 实际上更多的是 董西文的开国大典 众多美术界专家学者认为 开国大典是具有 民族气派油画的典范 对此董西文说 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 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 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 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 但事实上 不等于说 现在画面上的效果 完全已是民族化了 成为民族形式的油画 这还有待于 今后的继续尝试 不要按照这个继承的模式固定下来 而显示了自己和他人更进一步 对于民族形式的探讨和发展 而形成形式主义的偏向 意义上觉得这张画在构图上 很雄壮 很宏伟 很大 他这个画 使得油画民族画 开辟了新的道路 董西文只是把开国大典的成功创作 当作自己艺术生涯中 继续求索的新起点 在油画中国风的探索中 不畏艰辛 继续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